305解题说明 本题主要是理型社利用堆叠横条图 要来绘制形式率的图表 首先看第一小题要将从A2储存格 按Ctrl、Shift向下键的格式 复制到对应的B跟C的栏位 点按上方复制格式 左键两下 将滑鼠移到B2储存格以后 点按 接着C2储存格再点按 可以将格式 以及字形做复制 完成以后再点按一下 复制格式取消 复制格式的功能 一期题目日期格式要变更为 日月份 不过同学要注意 题目的要求是要 两位数字的日 所以点按 B2储存格 接着拖替到C2 按Ctrl、Shift向下键 选取以后 点按上方 数值 将原来的制定格式 改为 DD-MMM 好 按确定 第2小题要完成 N欧栏位的计算 点按第2储存格 一期题目 要用范围名称 输入等号 按F3 点选 Ending date 接着 减掉 再按F3 Start date 头尾要算 日期 加上 1 按Enter 接着点按第2储存格 右下角 点按两下 做填满 复制 第3小题要建立Event的10层干涉图 同学可以先点按 方案内 任意储存格 接着3-A 点按上方 插入 一期题目 图表 选取 横条图 平面横条图 堆叠横条图 点按 一期题目要移动图表 点按 到新的工作表 名称 自己输入 Event Event chart 按确定 资料来源 点选 选取资料 一期题目 数列有两个 点选新增 数列名称 根据题目 点选Event 点按 Start date 数列值 点选 B2 按Ctrl Shift 向下键 按确定 完成以后 一期参考图表 Start date 往上移 往上移 另外水平 类别坐标轴 点按 编辑 选取 Event A2 储存格 到 A26 按 Ctrl Shift 向下键 接着 按确定 完成以后 再按一次 确定 3支B 套用图表样式 点按上方 图表样式 样式8 不显示图力 点按右方 图表项目 图力 不显示 没有问题 同学 点按格式 选取 接着图表项目 在左方 选取 垂直 类别轴 选取以后 可以看到 接着 依据题目要求 字体 微软 正黑 字体大小 8 PT 另外还要将 类别秩序 反转 再点按上方 格式 选取 垂直 类别轴 点按格式化 显起范围 出现 坐标轴格式的 窗格 点按 类别 次序 反转 好 将次序 反转 3支D要设定 水平坐标轴的格式 点按格式 左方 水平 数值轴 点按以后 点按下方 数值 往下拉 格式代码 输入 题目要求 4个Y 斜线 M斜线 D的格式 按新增 接着 设定字形 选取 微软 正黑 字体大小 输入 5 PT 按Enter 另外 最上方 最小值 选取以后 输入 2011 斜线 1 斜线 1 按Enter 这个数值呢 是从 1900年 1月1号 到 2011年 1月1号的 间隔 最大值 输入 2011 斜线 12 31 按Enter 主要 主要刻度间隔 单位 30 按Enter 接着 3-1 设定图表标题 同时可以先点按工作表名称 点按两下 按Ctrl C 复制以后 接着点按 图表区 右方图表项目 图表标题 点按 在 资料编辑列 按Ctrl V 贴上 按Enter 字形格式 微软正黑 大小 18 PT 3-F 设定 废图期的格式 点按上方格式 左方 选取 绘图区 以及题目 框线 实心线条 色彩 白色 背景1 宽度 1.5 PT 按Enter 最后3-G 资料数列的编修 点按上方格式 左边 数列 先选 Start Dat 要将数列隐藏 无填满 框线 无线条 同学注意 再点按一次 不过仍旧 还有阴影 所以 一记题目 还要点按上方 图案效果 阴影 点按 无阴影 才会将数列隐藏 接着 再点按上方格式 数列 NO 填满 色彩 一记题目 浅蓝色 类别兼具 点按 数列显向 类别兼具 选取以后 改为5 按 Enter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 EX03底下 将 EXD03 改成 EXA03 按 储存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